但以理书第九章 马代人、雅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贝利为王 统治迦勒底国的第一年 就是他做王的第一年 我但以理从经书上留意到耶和华临到耶利米先知的话 指出耶路撒冷荒废的年数必满七十年 于是我转向主神、进食、披麻蒙灰 借祈祷和恳求寻求祂 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认罪说 主啊、伟大可畏的神 你向那些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我们犯了罪、行了不义、做了恶、背叛了你 偏离了你的诫命典章 没有听从你的仆人众先知 他们奉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领袖、列祖和国中所有的人民说话 主啊、你是公义的 我们满面羞愧 正如今日的光景 我们犹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被你赶足到远近各地的以色列众人 都因对你不忠而满面羞愧 耶和华 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领袖、列祖都满面羞愧 因为我们得罪了你 虽然我们背叛了主我们的神 祂仍是满有怜悯和饶恕 我们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没有遵行祂借着祂的仆人众先知向我们颁布的律法 以色列众人都违背了你的律法 偏离了你 不听从你的话 因此 神的仆人摩西的律法书上所记载的咒诅和审判 都倾倒在我们身上 我们实在得罪了神 祂实现了祂的预言 按着祂向我们和那些治理我们的官长所说过的话 是大灾祸临到我们身上 耶路撒冷所遇的灾祸是在普天之下从未发生过的 这一切灾祸是按着摩西的律法书上所记载的 临到了我们身上 但我们仍没有恳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施恩 使我们离开罪孽 明白你的真理 所以耶和华留意使着灾祸临到我们身上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祂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是公义的 我们却没有听从祂的话 主我们的神啊 祢曾用强而有力的手 把祢的子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使祢自己得了名 好像今天一样 现在我们犯了罪 做了恶 主啊 求祢按着祢的一切公义 使祢的怒气和愤怒转离祢的城 耶路撒冷 就是祢的圣山 因我们的罪和我们列祖的罪孽的缘故 耶路撒冷和祢的子民 成了在我们四位的人羞辱的对象 现在 我们的神啊 求祢垂听祢仆人的祷告和恳求 主啊 为了祢自己的缘故 使祢的脸光照祢这荒凉了的圣索 我的神啊 求祢侧耳而听 睁眼垂顾我们的荒凉 和那称为祢名下的城 因为我们向祢恳求 并不是因着自己的义 而是因着祢的大怜悯 主啊 求祢垂听 主啊 求祢赦免 主啊 求祢应允而行 我的神啊 为了祢自己的缘故 求祢不要担言 因为祢的城和祢的子民 都是称为祢名下的 我还在说话 祷告 承认我的罪 和我同胞 以色列人的罪 为我神的圣山 向耶和华 我的神 恳求的时候 我还在祷告 说话的时候 我先前在异象中 所见的那位 样貌像人的加百列 约在现晚季的时候 快速地飞到我面前来 他向我解释说 但以理啊 现在我来 要使你有智慧 有聪明 你开始恳求的时候 就有命令发出 因为你是大蒙眷爱的 所以我来告诉你 你要留意这信息 明白这意象 为你的同胞和你的圣城 已经定了七十个期 要结束过犯 终止罪恶 遮盖罪孽 引尽勇意 封住意象和预言 并且高抹至圣索 你要知道 也要明白 从发出命令 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 直到受高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期 又有六十二个期 耶路撒冷 连广场和壕沟 都必重新建造起来 那是一段困苦的时期 六十二个期以后 受高者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那将要来的领袖的人民 必毁灭这城和圣索 结局 必向洪水而来 必有征战 直到末了 荒凉的事 已经定了 一期之内 他必和许多人 建立盟约 一期之半 他必使献祭 和贡物中止 他必在殿里 设立那是 地荒凉的 可赠的像 直到指定的结局 倾倒在那 造成荒凉的人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